前有违线查税 再有丧德卖房 查税往前查30年 房贷往后收30年 我党的政策满含着对称之美 其实核心原因都一样 财政危机 很多地方的公务员 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礼仪廉耻不要也发 为什么我说丧德呢 以前我党每次割农民韭菜的时候 还是留着根 这一次农民出让宅基地 补贴5万进城买房 事实上就是要连根抛弃 哭一哭百姓 骂名我来担 0708年的时候 全球金融危机 我党为了扩大类虚市场 以替代外销缺口 搞了家里家乡 过剩产能 高价卖给农民 很多农民出去打一年工 家里能添个冰箱彩店 但起码农民他本身 他也是需要家电的 前几年光伏滞销 外销销不出去 全行业亏损 用次品光伏 然后去租农民房子发电 骗农民高价回购 一把让农民掏好几万 房瓦全部换成光伏板 理论上十几年才能回本 如果农民没钱搞这些光伏 怎么办呢 就搞融资租赁 让农民贷款买 新能源车滞销 同样的套路 电动汽车下降 买不起的也要改国标 让你至少买辆电品车 五万块回收农民宅基地 让农民进城买房 既实现了土地兼病 又能一把掏空农民家底 一语两吃 其恶劣程度和贪婪程度 都远超前几轮的下乡 第一房价贵 隐含税收重 农民经过前面的反复收割 剩下的一点点钱 还要看病养老 毕竟现在农村 农民养老金也就一百多块 安徽相对弱势的城市房价 比如经济比较差的晚北地区 平均也要六千至七千 江苏作为经济强省 房价普遍更高 一万以下都不好意思 说自己是江苏经济圈 而一百万的房子 土地成本普遍在五十万以上 这还不算契税等明面税 仅一个土地置换过程 农民至少要交四十五万左右的税 五万卖的宅基地 等于是兰博基尼的五块钱的抵扣圈 这还不算银行利息 仅一个土地税差额就四十至五十万 根据我国现在的平均可支配收入 也就三连九万元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两万 还要扣除基本的生活开支 这样算的话 至少几十年才能付钱攒够一套房 第二 农民买的是有毒资产中的有毒资产 根据人口流动规律 一般的刺激计划就是红锡效应 一线吸收二线的人口 二线吸收三线 三线吸收城镇农村 这两年房地产下滑明显 这个趋势也愈发加强 这不单是中国 日本韩国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 一线地产我们可以说 它总会涨回来 部分区域 比如北京上海 大家一直称作为核心资产 二线区域 可以说是区域红锡 一省一城 大量三四线 尤其是农民要买的县城资产 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涨价甚至可能 三四线的房地产去化周期 已经到了现在36个月 房产本身就是个城市化的概念 而县级房产是这个链条的最底端 一旦这个链条的买盘开始收缩 就像这几年展现的这个过程 底层的失血就会更严重 大量爆雷高危的债 也在现成这个底端 1516年启动的这个棚改货币化 把县城也带上车 七零八零后 返乡农民工接了一波买盘 已经永远的被套在了高位 随着中国生育率的持续暴跌 人口流出 现在骗龙民几十万上百万的贷款 买的房子将来一定会一文不值 没有任何选择 都没有人了 还需要什么房子呢 十几年前 房子好的时候 经济发展的时候 稍微好一点的地方 都各种户籍限制 限制楼民买房 楼民想买也没有机会 就是想咬牙买一个 也没有资格 现在呢 大部分人都知道 房子在中国未来有限的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都是垃圾资产的时候 想起了楼民 而且去骗楼民 买垃圾资产里面最烂的这部分 这不是丧德又是什么 并且这些行为已经蓄谋已久 这几年 我已经看到 农村宅基地 想要申请盖房 越来越难了 很多人申请两年 没有结果 就是要逼着楼民进城买房 就是要用尽各种手段 让楼民去接最没有价值的房产 第三 进城吃什么 农村现在预期人均寿命 也就是72到73岁 而城市已经接近80岁的人均寿命 近些年 多地也发出了清退 超龄农民工的声音 现在年满60岁的农民工 根本不能进施工工地工作 而他们的养老金也就100多块 一年要交的医保380块 而且这个医保和城市医保相比 能报销少很多 对大部分农民工农民来说 超过60岁在外面找不到工作 然后回到农村 继续贡献娱乐 这是残酷的现实 在现在社保有限的情况下 能安享晚年 本来就是少数 基本上 农村人都是要干到厂下 干不动了 才能退出生产 这样的情况下 诱惑农民工 变成成立人 就是十足的合则而言 农民买房相较于其他人而言 风险明显更高 无社保 五六十岁的年纪 随便一个病 就要拖垮一个家庭 没有稳定收入 交了首付 稍微有点变故 就可能断过 没有退休金 日常用度 难道都要凭空出来吗 一开始可能图新线 待在城市还好 但过不了多久 就开销不起 水电 煤气 都要钱的 物业费也少不了 而在农村 自己插秧种菜 如果我党保留一点人心 种子 农药 少涨价 还真不至于饿死 发展到最后 鼓励农民进城买房 就会出现特别可怜的景象 城里买房 乡下重低 也许 专家已经盘算好了 你可以开着 补贴买的这个新能源电动车 汇村重低 最后 我想说 即使农民退出摘基地 这五万的补贴 也不一定能拿到 去年郑州已经有例子了 有人看到 荷兰郑州 刺激生育 奖励三胎 结果三胎生了 去找政府 却找不到任何可以领 三胎五千块奖励的地方 然后政府一直公告 相关的措施 还没有出细则 知乎也有一个网友 他是这样答的 他首先强调 这个回答不需要高赞和评论 大家看看就好 我害怕号被封 毕竟我这个号粉丝不少了 有人出六千块要买 他有一点二万粉丝 这次如果直接被封了 就瞬间损失六千块钱 他说 这不是正好说到我家吗 我家山东的 几年前 老家宅基地退出 当时我父母怕不给钱 坐在大门口抗拆 和我们家类似的 有一二十户 我怕父母受到安全影响 就说既然是本地的政策 那肯定要按安排来 就让拆了 让村支书写了保证书 但后面要钱的时候呢 镇上就要不到钱 也要不到地 富商表示 地已经被承包了 拉不到 截至目前 他们宅基地一分钱都没有拉到 用铁皮围住 无法进入 然后 这位支乎打主最后强调 以上我所说的句句属实 相关人员想找我何时 请提前和我说 需要我删除的话 我会删除 不要突然找我喝茶 毕竟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 至过境迁 我们没有任何怨恨和愤恨 磁帖只是讲一下大体事情 让网友知道 没有任何鼓动不良影响的意思 这是知乎网友的故事 一万八退出的宅基地 也收不到钱 其他地方 我相信也是如此 退出容易 收钱来 当然从这个知乎网友的故事 也能看到大家 现在普遍对舆论管制的恐惧 并以此自我约束 自我审查 但这种对言论自由的重伤 一定会从未来的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以我们现在还难以预料的方式 来产生影响 比如现在极端民族主义下的外国人 接二连三的遇袭 回到主题 对农民工这种刨根式的收割 也一定在暗中被标注好了价格 在未来可能我们会看到难以预期的恶果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